议员关心古山内围的整体发展 高雄市长陈奇迈在总咨询时表示 指示林青龙副市长紧盯该段轻轨建设 加快速度以减少交通冲击 并将轻轨周边的环境一并整理美化 拜托说我们市府团队轻轨第一 在经济速度可以更快 减击交通的冲击 这要做得好 第二就是说因为青龙有一段 在我们来的地区是 在我们高山是经过爱河 所以这个可以青龙在做的时候 旁边的环境用得好使 可以看到爱河 这个我拜托跟议员后在提倡 这不管说到选举的时候 20月才开始在当工 加速看你美女的这个 米桃市长 可以让我们均关心 这比较拜托 有关陈中城及周边未来规划 市长陈其迈表示 以公益性趋断征收的方式 保障土地 房屋所有群人的财产权 并与中央驻都中心 合作建造社会住宅 优先提供陈中城 原若是无污者入住 刘赛金今天时间把社会住宅 在居应 middle 里 希望把社会住宅 征收的方式来保障我们有地有屋 或者是全力变换 它在土地房屋有所有权的这个部分 我们充分保障 另外对于内围地区的围绕改建 成立专案办公室 给予居民在容积及规划上的协助 推动内围再生 跟上整体城市发展 并提供S郎代未来的就业人口 更好的居住及生活环境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拒绝南建北高雄